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奈之下他只能服从命令 瞄准设计一气呵成 时间非是十个月后 他向组织提出退休 已经彻底厌倦了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 所以决定干完最后一跳 就彻底推出组织 这天他来到酒会与年轻帅哥一见钟情 两人迅速来到酒店快乐起来 本想着直接决战到天亮 但组织的信息让他不得不离开 凯特立刻到达指定地点 熟练的组装好他的八十米大居 深呼吸架居瞄准 与组织却定好目标相关情况 一切准备就绪 这时凯特突然感觉一阵眩晕 他强迫自己甩了甩头 以为是刚才运动的太激烈 导致的身体亏空 这事机内传来射击指令 枪打偏了现在时间已过 目标已经有所警惕区车离开 凯特随即转换位置 但是脑袋的眩晕感让他始终打不到目标 无奈之下只能看着对方离开 随即他装作若无奇事地走出大厦 眩晕难受的感觉让他呕吐 走在街道上看到黑帮脑大 已经派出小弟是必要找到在顶楼开枪的人 凯特看到路边的炫酷搔粉小跑车 毫不犹豫直接抢过 这车刚一上路就引起了小弟的注意 跑车果然不一样 激情速度仿佛在看飞驰人生 超前的速度引起警察的注意 肾上腺素急剧飙升时 凯特又出现眩晕的症状 没想到下一秒 这辆炫酷搔粉小跑车就死报废 凯特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等他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 医生告诉凯特一个噩耗 自己被辐射了 并且症状还在加速蔓延 目前已经活不过24小时 经过回忆他想起执行任务前 跟帅哥快乐时喝的那杯红酒 凯特怎么想都不甘心 刚要退休享受生活 现在告诉自己命不久已 怎么想都憋屈的不行 于是决定最后一天 他要将害他的人全部解决 死之前必须拉几个垫背的 黄泉路上不能孤零零一个人 有了想法立刻行动 凯特直接变装来到走廊 躲过警察的搜索 还顺手牵走对方的手枪 劫持那个给自己看病的医生 第一时间来到药品仓库 让对方帮自己找出续命的药品 以及大量兴奋剂 生病到即时已经开始 凯特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于是复仇的第一站 就是那个跟自己快乐的男人 通过身份证地址 他找到男人的住处 进门直接给他一个大笔斗 质问他为什么要给自己下毒 开始男人还想装无辜 但在凯特枪口威胁下 他只能从十招来 原来只是他的人是日本黑帮 那人名叫左腾河副馆里的木岛祖 而凯特本次的目标恰巧就是木岛祖老大 得到答案后凯特不多做停留 时间不等人他换好衣服离开这里 回到组织找到师父为 告诉他自己只剩一天的生命 师父不再隐瞒十个月前的那场任务 暗杀对象证是木岛的弟弟 这次下毒很明显是木岛的复仇 凯特听完师父的分析后 立刻询问对方位置 然而木岛经过上次遇袭之后 就已经藏得无影无踪 师父只知道对方有手下 在一个名叫黑蜥蜴的地方活动 听罢凯特立即出发 与此同时木岛祖的三名小领导 正在黑蜥蜴吃饭看表演 下一秒凯特出现 那人还想说点什么 结果碰的一枪被直接干掉 其余两人瞬间大气都不敢出 凯特发现其中一人 正是自己想要寻找的左腾 而这人不过也是奉命办事 随后凯特询问木岛位置 左腾却表示没人知道他在哪 话音刚落凯特一枪解决了他 然后询问最后一个男人 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规则 这时一群小弟赶到 凯特立刻挟持最后这个小领导 小弟们在凯特的威胁下 纷纷照做丢掉武器 接着凯特得知这群人 居然都不知道木岛的藏身之所 他刚要开启屠戮模式 没想到关键时刻手枪居然卡壳 小弟们见状立刻反应过来 捡起地上的武器冲上来 一场大战直接爆发 这些小弟都不是凯特的对手 毕竟专业杀手跟 业余黑帮的段位是不一样的 因为打斗的声音太大 引来了其他小弟 但他们仍然不是凯特的对手 很快满地狼藉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远处看着这一切的小胖直阶下呆了 为了活命他告诉凯特 木岛的侄女亚人应该会知道他的位置 凯特掏出兴奋剂 立刻给自己打了一针后 来到一处酒吧 成功找到了亚人 凯特看着女孩容貌 突然想起这不是几个月前 自杀任务目标旁的女孩吗 自己居然是他的杀父仇人 现在凯特可管不了这么多 解决掉女孩旁边的两名保镖 拽着女孩就来到酒吧外 亚人一口咬向他 凯特吃痛只能松手 这个小女孩就在他面前拐弯跑了 两人一阵追逐 最终在巷子里逮到对方 他让亚人给木岛打电话 但亚人表示自己也没有对方电话 虽然自己是木岛的侄女 但是联系他都是跟 木岛安排的助理莲丝联系 他是最高顾问 也是唯一一个能跟木岛直接对话的人 于是凯特马上给莲丝打去电话 电话一通 凯特直接抢过手机 威胁莲丝让木岛来见他 如果一个小时没来 那就直接等着给亚人收拾就行 可刚打完电话 凯特就流起了鼻血 亚人不由的嘲讽起他 凯特看着女孩目无尊长 直接掏出枪瞬间治好他的坏毛病 另一边连丝挂断电话后 并没有通知木岛这件事 只是派出手下前往指定地点 与此同时凯特跟亚人提前来到目的地 为了以防万一 他将亚人绑在卫生间后 来到约定地点 然而他没有等到木岛 只是等来了一群黑帮小弟 凯特不多说废话 直接先发制人 控制住为首的男人 一场精彩刺激的枪战在次开始 然而大量小弟在此时包围过来 凯特连忙躲进烧鸟殿躲避火力 众人见凯特没了动静 于是派出一名小弟上前查看 下一秒 众人见此情形先是一愣 凯特看准机会发齐蒙弓 一场恶战后 凯特终于逃脱对方的追杀 而这边的亚人 好不容易挣托束缚 从厕所里逃了出来 迎面而来的就是木岛组的小头目 亚人以为自己终于得救 结果下一秒就感觉情况不太对 危急时刻凯特及时赶到 救下了差点隔屁的亚人 两人走出巷子后 凯特当即放了对方 现在他已经不能作为人质 留下他没有任何好处 然而现在的亚人不闹了 乖乖地跟着凯特 现在家人已经彻底被判了自己 他确认自己的父亲一定也是被木岛杀害的 现在木岛居然还想杀了自己 于是他决定跟着凯特帮他报仇 凯特虽然并不奢望他能帮自己什么 但是看着亚人的模样 刹时间想起自己又粘食的样子 再说他的父亲也是死在自己手下 凯特的心更加柔软了 亚人作为礼物 给凯特买了一件超级可爱的背心 以及炫酷的白色墨镜 两人在相处中越来越气和融洽 为了找到木岛的位置 亚人还是建议先找到莲斯 毕竟他是唯一能联系上木岛的人 而想要找到对方的位置 可以从他情人身上着手调查 于是在亚人的情报帮助下 两人顺利潜入莲斯情人的公寓 并成功找到莲斯的情人 这位哥也是为硬查 关于莲斯的事情是一点也不说 凯特让亚人关上百叶窗 没想到亚人直接打开了音乐开关 伴随着动感的音乐 两人扭打在一起 两人打滴蓝舍蓝分 日曼中经典画面拖一必死 以及反派死于话多 都在此刻完美应验了 亚人看着倒下的莲斯情人 猛然想起自己父亲 也是如此死在自己面前 凯特看着女孩蓝过的神情 不由的上前安慰着他 调整好状态后 两人查看莲斯情人的手机 成功获取到莲斯的行程计划 凯特还在冰箱加层里 发现了不老少的枪支弹药 得到为之拿上装备 亚人成功拦截了莲斯的车辆 成功解决完两名小弟后 隐喻安处的凯特持枪走近 车里的莲斯内心奥斯 我好想逃却逃不掉 无奈之下他只能下车 凯特上前让他说出木岛下落 不然就直接嘎了他 莲斯只能说出木岛现在 就躲在祖宅之中 两人在去祖宅的路上 凯特用亚人的手机给师傅打去电话 跟对方告别后毅然决然的 来到祖宅准备决议死战 他让亚人离开这里 凯特不想让他参合进这搬乱站 两人做着最后的告别 随即凯特独自一人去见木岛 原以为对方也是严阵以待 万万没想到木岛姑深一人没有任何防备 而且还早已等待自己多时 此时此刻凯特终于在木岛口中 得到故事的所有真相 原来这件事背后操盘人 就是他的手下莲斯 对方联和凯特身处的杀手组织 发布了暗杀木岛弟弟的任务 莲斯在夺取木岛弟弟最高顾问的位置后 现在的目标是干掉木岛自己成为老大 这就有了凯特斯杀木岛的任务 但这个任务有一个条件 就是不能让执行任务的人活着 所以真正要杀掉凯特的人 证实他的杀手师傅为 拿个毒药很明显就是 师傅和莲斯联手安排的 想到自己居然被最信任的师傅背叛 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同样被背叛的木岛 此时很能理解凯特的心情 距离24小时已经没有多久 凯特必须在剩余的时间里结束这一切 木岛转过身 他已经做好死亡的觉悟 凯特举起手枪对准木岛 下一秒枪声响起 凯特颤颤巍巍的走出族宅 看见师傅竟来到亚人身边 他明白师傅一定在亚人面前 添油加醋的说了很多话 凯特祈求亚人如果想报杀父之仇 可以尽管杀了他 但是千万不要上那辆车 愤怒的亚人哪能听进去这些 二话不说开枪击倒凯特 随后跟着师傅上了车 师傅若有所思的眼神很明显 现在想培养亚人做凯特的接班人 倒地的凯特并没有死 他在恍惚间想起幼年时 他也是双亲死亡后 才被师傅收养成为杀手 凯特彻底明白 从一开始自己就是被利用的工具 想清楚一切的他 立刻想撑着恢复了衣食 一道人影从祖宅中环环走出 来人正是木岛 凯特这时至终都没有杀木岛 凯特起身后打上兴奋计 两人便一起上路 准备各自解决自己的事情 当然亚人也是必须要解救的 与此同时 亚人被师傅为带到莲斯面前 他们这次的到来 就是为了与莲斯商讨合作 而这时凯特身着亚人买的衣服墨镜 迈着帷我独尊的步伐走进大楼 前台保安发现一场立刻上前 下一秒大波小弟从凯特身后涌出 两名保安瞬间被打成筛子 插具体外化 我愿称这一幕为全片最帅镜头 转瞬间一楼安保力量彻底瓦解 木岛也从凯特背后出现 随后两人兵分两路 朝楼上发奇蒙弓 监控室内师傅和莲斯面色铁青 立即准备所有力量防守 此时的凯特已经杀上25楼 黑暗中他们遭遇师傅的埋伏 在一番激烈的枪战后 凯特身边的小弟全部死亡 一人上前想捕刀凯特 没想到两人居然同时没有子弹 凯特刚准备松口气 马上又有杀手赶到 面对步枪的扫射 他只能抹黑引入尸体当中 就在千军一发之时 一把武士刀干掉了杀手救下凯特 木岛手持武士刀帅气登场 两人再次联手继续出击 木岛很欣赏凯特的能力 这时的莲斯和师傅两人 已经没有开始时的淡定从容 师傅给莲斯两名小弟 让他去解决木岛 自己则坐电梯逃之夭夭 莲斯被这一操作 整得还没反应过来 木岛带领小弟已经杀到 木岛看着背叛自己的莲斯 对他发起EV腰决斗 两人做好战前准备 进入角斗场 反派死于话多 这句话再次应验了 莲斯小嘴巴巴一顿嘴顿 没想到下一秒 另一边全副武装的杀手 被突如其来的手雷全部干翻 凯特在火光中登场 手持双枪秒杀四方 等他终于来到师傅面前时 浑身已经伤痕累累 师傅挟持着亚人 想要逼凯特就范 然而现在凯特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他不想听师傅的谬论 他只想救出亚人 让他健康快乐的生活下去 于是下一秒 亚人因此得救 凯特急忙让他离开 使而复得的木倒紧紧抱住亚人 凯特来到师傅面前 确认对方必死无疑后 再也支撑不住倒了下去 亚人支撑着他来到露台 凯特看着亚人彻底安全 并且已经原谅了自己 了无遗憾的离开人事 影片到此结束 该片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动作电影 场面逼真肾上线素拉满 拍摄手法方面的安排 没有任何冷场 尤其在片尾的大战 无疑是整部电影的高潮 喜欢的宝子们 强力安利去看一下原片 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